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盘跌255点 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没有 因为下礼拜开始要喷了 指数要稍微拉回一下 不然指数位置那么高 同学也会怕 对不对 这个投信在那边乱搞 良悠不齐 老师在股市超过40年的时间 我也认识不少投信 有一些投信自己先买 然后再用基金去买 然后赚了一堆钱 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些投信 这个基金操盘人被人家 喀起来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为什么我要做筹码分析 因为我要知道人家在搞什么 对不对 我如果不知道人家在搞什么 那我怎么样带领同学去赚钱呢 老师的消息这么多 对不对 全市场有哪一个比我多 做了40年 我什么没看过 同学加赖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老师加赖到底有什么好处 今天大盘是不是跌了255点 255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我昨天告诉你什么 我昨天告诉你 创意会到1420 这么大只的股票 你以为老师随便写的 那么大只的股票 我可以控制这个价钱吗 看一下创意有没有到1420 最高1420 老师你很准 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告诉我 明天哪一支股票会到什么价位 对不对 每个老师都在猜 尤其专门讲技术分析 这个叫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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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头部 这个叫头部 这个叫头部的 我那天在路上遇到一个游民 看到我 林老师 他说你技术分析很厉害 我说没有 技术分析要搭配着筹码 要搭配着这个所谓的量价 跟我聊技术分析 我说 那你股市应该操作得不错 他说对啊 我就是因为太相信技术分析 所以 看头肩底去放空 没想到会被人家嘎涨停 然后看底部进场 结果在破底 所以 钱都输光了 同学 我不知道要讲些什么 这里就是底部 如果股票那么好做 我告诉你 全市场每一个人都赚钱了 没有一个会赔钱的 对不对 看一看昨天 这个 昨天的骑鸿 是不是跌停 骑鸿跌停 外资大砍2371张 还怕卖不掉 还去锁 前四天还天天买 今天砍还是赔 今天又买回来 你看一下 这个叫投信 你们最相信的投信 他都卖在低点 他都追在高点 这四天大买 昨天一天把他砍光 今天呢 今天又去买了 投信要这样做 难怪 你们看筹码去做 老是投信买 我们就买 投信卖我们就卖 告诉你 你会赔死 好 艾普最近拉回来 很多同学都没信心了 艾普拉回来 很多同学都没信心 现在跌200多点 他没有跌 对不对 你看投信在这里 投信买在这里 这里都算500块 这里已经砍到 剩价不到1000张了 差不多1000张了 昨天大砍了 前天大砍了 对不对 砍不下去了 好 告诉你下个礼拜开始 艾普会喷 很多同学看我的节目 去买艾普的 因为你的老师也不理你了 对不对 老师告诉你头肩顶了 这一定要出啊 对不对 等他涨上去再追嘛 没关系啊 我们没出 老师你为什么没出 老师你为什么在每天的这个筹码分析里面 告诉我 好 艾普 你看啊 我每天都有追踪 艾普跌下来的时候 我说外资说666 市场传说888 老师那市场是谁 我不知道 因为市场有人传嘛 我们就写一下嘛 又不是我讲的 我们拭目以待 对了 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同学艾普看一下 今天大盘在跌 他没有跌 一个消息出来了 看一下 艾普报喜 新一代的细电容获得客户 已经获得客户的验证 今天15号今天公布嘛 新一代的细电容 已经通过客户的验证 生产具备超高电容密度跟超薄优势 用在哪里 用在哪里很重要 用在哪里 用在高阶手机跟高效能运算 礼拜一会不会涨停板 同学你加赖就知道了 加赖就知道了 老师做股票 我们一定做有把握的 我们没有把握的 我们不要带同学去读 技术分析 对不对 来看一下技术分析 来看一下技术分析 老师这个技佳 你看一下 老师是不是跟你讲 对不对 上面一个M头 这叫技术分析 连跌两天 今天开低走高 开低是不是碰到 这下面有一条叫上升的 叫什么 上升的季线 对不对 本来礼拜五会反弹 你看他今天开多低 差一点杀到跌停板 老师又拉上来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礼拜五最好做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给你看一下 创意 1420 所以我今天通知我的同学 当然喜欢做现股当冲的 还有一些加我赖的 我说会到1420 最高是不是1420 对不对 那他说老师如果会到1420 那我开平盘能不能买 我说可以 我说如果开 因为四戳的时候是1400嘛 对不对 结果开盘的时候是平盘嘛 但是1340到1420 是不是80块 好 你没有买 那也没关系 1420你可以不先卖一下 下来再买回来 也是80块 80加80来回160 老师你有没有做 手上有的 我有通知的 就可以做 没有就续报 因为 对 礼拜一他会大涨 那 昨天 很多股票 涨停板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昨天涨停板的 叫做四星KY 大家昨天涨停板 哎哟又纳入MCI 赶快去买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头信卖了一拖拉股 这里一路卖 天天卖 天天卖 对不对 今天头信买很多 今天头信买很多 外资昨天买的就倒给你 你看那个头信是不是乱搞 对不对 那你不然你就 不要杀在那么低嘛 那今天又去追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 同学不要这样搞 这样会搞死人 那你今天去买在 昨天涨停嘛 今天还会涨停 我去追 那你一去追的话 那今天价差又150块 一张又15万 10张150万 同学你能够这样做吗 好 昨天M31极拉 我说可以当冲 前天你看 我前天跟你讲 可以当冲 对不对 那你昨天没有冲 对不对 你昨天去买很爽嘛 因为昨天拉很高嘛 那今天是不是跌停 那今天是不是跌停 老师我昨天真的没有冲啊 老师我错啦 今天跌停版啊 老师我输145块 一张14万 10张145万 同学我问你很不值得啊 我真的很为你不值得啊 他为什么会跌停 你看哦 这一支股票是全市场被警示最多的股票 这里不过涨一点点了 这里就警示 好不容易开放了又警示 好不容易开放了又又警示 好不容易开放了又又警示 但是在1000块钱以下警示的时候没关系 因为它不会跌很深 但是到了2000块钱警示 拜托你 我2000块是不是有叫你出 我电视公开讲的 我带会员叫他们出的 你看 今天跌停版你不是这个周末就很难过吗 你不是很难过吗 谁叫你昨天去买的 昨天去买你又不冲 你不是很难过吗 所以同学啊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我在这里告诉同学 有钱之所以有钱啦 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我对艾普这么 我最多做价差 当冲做一下 我昨天有做当冲嘛 所有同学都知道嘛 对不对 我说可冲可留啊 你有钱你就留啊 你金账数很多的话你就冲嘛 还是赚嘛 下礼拜一 艾普的开盘价会多少 会不会涨停板 同学 加烂 我告诉你加烂 艾普会不会涨停板 加烂 好不好 好 一通电话 一块钱 我带你赚一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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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你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各位同学 欢迎回到现场 老师所写的东西 都一直有验证 那同学一定会问说 老师那礼拜一的话 艾不会怎么走 礼拜一的话 那这个创意的高低点 大概在哪里 那我要做当冲的话怎么做 钱准备好啊 没有钱你想要做当冲 老师我做一张而已 就不要准备钱 对 十张你就要 好不好 同学先讲好 不然你冲太多的话 到时候要交割的时候 你就麻烦了 所以基本上是逻辑 好 我们14号怎么告诉你的 昨天吧 昨天我怎么告诉你的 来看一下 创意1420 今天最高是不是1420 老师那礼拜一会不会过1420 加赖我告诉你 好不好 加赖我告诉你 那10点前 老师10点前就冲到1420 你看一下10点 你看一下是不是10点前就冲到了 太早冲到 因为是短压 大盘不好 你要先卖一趟 但是放心 老师他没涨 老师我买在1420怎么办 来找我 1420不会赔钱 但是如果你买在1420 你来找我 我告诉你 我帮你做做冲冲了 好不好 同学就是这样子 你来看一下 齐宏昨天大砍 但是今天大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上这些投信 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我觉得这些投信 就搞死人了 搞死一些散户 来 我慢慢给你看一下 你看 这一支叫艾普 对不对 昨天投信大卖了800多张 把它K下来 也K不下去了 昨天也没跌了 然后礼拜一 这个投信的卖亚已经消出 因为投信的持股 已经变很少了 今天外资卖100张 都卖不下去 礼拜一会不会涨停 来看一下创意 创意你看一下 外资买了100多张 资金商连买两天 礼拜一的开盘价会多少 他一定跳空开高 就算美国股市跌 他也跳空开高 他开盘价会开多少 盘中高点会多少 我告诉你 好不好 同学我都告诉你了 你看 这一支叫伪创 投信连三卖 7000 1500 2000 但是外资今天一口气 给你买了几万张 所以伪创长 再看下一档 这叫广达 广达投信卖很多 但是外资买 自营商买 对不对 所以广达涨 但是技嘉跌 大家喜欢把伪创广达技嘉 全部讲在一起 我告诉你 伪创涨不见得广达一定会涨 广达涨也不代表 技嘉一定会涨 技嘉从370几块 今天跌到298块 跌了80块钱了 你不当做是钱 没关系 随便你 反正你们家有钱嘛 小白呢 就在听老师讲的 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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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话嘛 一支股票跌80块 还在做教 我看被人家甩教了吧 做小白了吧 对不对 你不看筹码你怎么做 你怎么知道怎么做 好 同学我再跟你讲一下 反正我们讲的话 人为言轻 但是未来总是会验证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 3月11号我告诉你什么 台积电休息嘛 艾浦系列在标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艾浦 艾浦外资上看666 今年市场上有消息上看800 甚至千金股 或许传言很夸张 或许或许或许 这不是我讲的吧 但可以确定公司法说 今年大成长 让你们拭目以待 3月营收确定可以确定成长 对不对 我为同学分析筹码 注意量价 金借券减 最好融资减 融券增 明天最好的价钱是多少 好 今天艾浦 看一下今天的艾浦 大盘跌200多点 你挂地还买不到 它没有跌 量缩得很小 对不对 来 我用周线告诉你 我周线告诉你 我刚开始买的时候 是在买140 后来200块以下全收了 后来300块以下我全部买进 当然中间有做一趟价差 这个价差大概50块 就有一次高出低接 大概50块的价差 后来我在这里就没卖了 老师 为什么你在这里不卖 因为 说实在 我有研究这个产业 好不好 我有研究 好 再来看月线 月线 我有跟你讲过 对不对 这个月的开盘价是460 今天3月15号 这个月的收盘价 因为月线要收红K的话 他就必须收在460以上 下礼拜会不会过460 过460会不会过500 我不知道 对不对 老同学都知道 艾浦 我们当初100块买了 三个月我们卖500 下来300块我们又买进了 我们这里做了一趟价差了 800卖600买了 后来我们一直做到900块以上 全部出光光 我告诉你 我艾浦在900块以上 我是全部出光光 一张不剩 同学我讲话就是这样 你不要说 老师我那个你买900 我套牢到现在 屁啦 900块以上卖掉 卖掉以后 我600买800卖 600买800卖 后来全部出光光 出光光以后 我真正开始大力推荐 所有同学买进是在140 就是这里 140 我买了之后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同学 他140 他买了30张 当然来回来回来回进出啦 现在大概还有30张 我有一个同学更有钱的 不要相信什么 有的老师说 你几百万可以买几张 小咖不要来跟我谈好不好 我有同学买超过30张的很多 现在陈小姐 李小姐 她们大概都还有15张到20张 我所知道的 因为我在这里都会跟同学有类嘛 对不对 我所知道的 我所知道的 超过20张的不下10个人 我告诉你超过20张 同学 你以今天收盘价406来看 超过20张有800万 我问你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为什么老师这么贵的股票 你的同学可以买30张50张 当然有一些是低档买上来的 我没有叫他卖他绝对一张都不卖的 有一个60张的 60张以现在400块来说的话 已经2000多万了 老师你的同学都好有钱喔 我告诉你 他们是从100多块买上来的 当然有钱 老师我也是看你的节目 我也有三张五张 你放心 你今年要赚一倍就靠他了 好不好 所以同学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坐单想的跟你不一样 我不只是会带波段 我还会带当冲 我还会带隔日冲 老师你这么厉害喔 我就是这么厉害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坐单想的跟你不一样 一通电话 一块钱 开始赚大钱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